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一个函数Y的UFX X是属于AB的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我做如下的动作 A等于X0小于XA等于B 大家懂了把一个大的区间自变量 翻进到好多小区间 然后紧接着我认取7到A 属于XA-1到XA 我在第二个小区我随便取一点 我干嘛呢 我就计算做函数 在这一个点出的函数值 乘以相应的小区的长度 大家现在很熟啊 两口求和 大家也知道这都是设计问题的净数值 第三个我们就把它精确 精确的话怎么精确呢 就是把区间翻得越细 是不是精确度就越高吧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区间翻得越来越细 翻得越来越细 要表达越来越细 这种思想 你就要找一个数量型的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那么大 dataX1到dataXA 这个那么大是不是真实反应了 你区间翻得越细了 那么大越小 是不是区间就翻得很细了 区间翻得很细 那么第二步得到的这个净数值 是不是跟精确值之间就更加接近了 好下面去期限 你们大家听好了 我还没有说话呢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我开始说了 所以刚刚的都不严谨 下面我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严谨 说Y的UFX在A到B这个区间上有接 所以为什么后补上去 我首先讲了你根本没的影响 所以我首先把这个流程下来以后 我就告诉你条件是什么呢 是FX在这个区间上有接 然后就干这些事三步吧 下面干什么呢 取极限 这个地方就不能含糊了 因为是数学的概念 数学的概念具有严谨性 取极限 取极限 大家就问了说 老师你就这么有保护啊 你取极限 我告诉你我没有保护 我前面加一个弱 存在 换句话 换句话来讲 是不是你这个极限 我不能保护啊 因为你的条件 有点差了 你是有界 他老师问你一下 有界这个条件好不好 不好 有界这个条件是很烂的一个条件 大家告诉我什么好 连续好 大家告诉我在B区间上的寒数 如果连续是不是肯定有界 但是我们的有界一定不一定连续 不一定 所以我老师告诉你什么好 连续好 什么不好 有界不好 所以大家问老师你这个极限前面如果 为什么要加一个如果 为什么要加一个弱 就是因为你给的条件太难 懂吗 因为你给的是有界 是不是有界这个条件太差了 是不是这个极限是不是我就不能保证有了 所以我们必须说如果我这个极限存在 换句话来讲 是不是这个极限有可能不存在 那我就称此称 fx 在ab上 可基 假如你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那我就称你这个函数在这个区间上是可基的 懂不懂 那么如果极限不存在了 就不可基 听懂没有 大家知不知的我们已经学过了什么 连续 学过了可道 这地方是不是又有个叫什么 可基 叫连续心 可道心 可基心 什么叫连续心 极限值等于什么 函数值是不是叫连续 什么叫可道 就 data y a 除以data x 当data x 去临 极限怎么 存在 是不是叫可道 倒数的定下 data y a 比data x 当data x 去临的时候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是不是 还是叫可道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可基 就是这个极限存在 是不是叫可基 这个极限不存在 叫什么 叫不可基 那么极限值 就是你求极限的那个极 称为fx 在ab上的定计分 对吧 你如果极限存在 你总有个结果吧 这个结果 这个值 是不是就成为fx 在ab这个区间的定计分了 我们用字号表示 字为a到bfx的定计分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如果一个函数可基 它的定计分的定计是什么呢 所以你们有很多人把这个定计分的定计 看着洪水猛兽啊 说老师啊 这个定计分的定计太长了 谁告诉你的 定计分的定计就是个数字 什么数字 limit 那么大什么 去年啊 sigma a等于1到a 什么 f7到a 什么 dare 如果一个函数可基的话 它的定计分定计就这个极限嘛 那有的时候老师你不对吧 你前面讲的这么长啊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他老师问你 如果没有第一步 你就不可能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问大家有了第一步 是不是dare一个smae 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你知道第二个smae 就是第二个小区间的什么 长度吧 懂了没有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没有第二步 是不是你就不可能知道这个7到a 什么意思 他老师问你一下 7到a什么意思 7到a是不是第2个小区间的某一个点了 你们大家告诉我没有第三步 你就不可能知道那么大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那么大 是不是表明所有小区间当中最长的一个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他只是一个解释的作用 经过第一步 我就知道dataa个smae 是不是表示第2个小区间的长度 经过第二步 我就知道这个7到a 是不是应该是第2个小区间的某一个点了 经过第三步 是不是我知道那么大 是不是就所有小区间最长的一个了 总的来讲定计分就是右边这个极限 懂了吗 好 所以这就是定计分的定义 下面他老师要做很多的说明 太多了 请大家看一个我来说了 第一个 Limit 那么大区间 Sigma A等于1A F 切到A 第二它一个是A 就是这个极限 与两个无关 与哪两个无关呢 与区间的分法 大家成本认识区间是有不同的分法的 你给我A B这个区间 是不是你的分法跟我的分法都不一样的 现在我一定要说第一个 跟什么无关 第一个 跟区间的划分方法无关 也就是这个A B怎么分 我的回答是 你随便 懂不懂 A怎么分 怎么分 第二个 与切到A的区法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即使你把这个区间的划分搞定了 是不是切到A的区法 还是五花八门吧 我要强调两个字 无关 无关 这个话怎么讲 这个话怎么讲 就是区间 所以你怎么分 这个切到A 所以你怎么取 是不是 我们总保证 什么极限值 就是这个值 大家还记不记得 极限值有什么心 你们总是回答 我不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 你们总是什么 我说对了 极限值有破坏性是对的 但是我不想要 你告诉我 我想要什么 极限值有什么心 唯一心 也就是区间 所以你怎么分 切到A 所以你怎么取 是不是 我们都必须要求 极限就是几个字 一个字 还听懂啊 好的 第二个 你看我讲的都诗啊 FX 在AB上有些 是可记得必要条件 一个函数 在某一个区间上有J 仅仅是我们可记得必要条件 换句话来讲 是不是不充分哦 实际上言小之意 就是说FX 有J 是不是我不能保证的可记啊 有人说老师你举个反例 我看看 请看我的反例 所以这才叫学积分学 是不是 所以我经常讲 这个数学这个东西是不能受什么了 推进取消的 一定要达到理论的深度 我经常讲啊 你达到那个理论深度 你就发现所有东西都不难 你达不到你就发现你总是可可办 反例 FX 是等于1 X所以Q -1 X所以R 去掉Q 你明白了我这个函数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X取有理点 怎么了 取有理点怎么了 函数取什么字 取一吧 FX取什么点 无理点是不是 我的函数字是负一啊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FX FX 在AB上什么 怎么了 不敢回答了 回答了怕唐老师不是唐老师所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 对不对啊 大胆的回答没问题 所以因为你们不是干这一行的 你回答错了 我也无所谓 就跟老外讲英语一样了 我这人从来是这样的 你看你们这些孩子啊 见到一个老外 慢慢的就组织语言 然后语法有没有问题 想了半天 逼了半天搞了一句 我就跟你讲 实在话 你要这些估计干什么 随便下讲 我见到老外就说 怎么讲怎么讲 有语法错误什么 勇士不当 无所谓 我根本不估计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我经常讲 我跟老外在对话的时候 老外用的最多的一个单词叫啪灯 等我的是没有 爬灯爬灯再来一遍吗 等我的是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经常讲 你们摄政处理的去换位思考一下 我就问你 这老外讲中国话 流畅吗 比我还差 我没有资讯吗 我有足够的资讯 他讲的比我还差 我现在讲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因为我比他强 虽然我讲的可能不一定 到位但是我比他还强一点 对不对 讲了半天 我来自法国 对不对 我就见到一个法国人 比了半天比了一句中国话 我来自法国 下一番的没了 是不是啊 我相信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来自中国 是不是大家说的很流畅 I'm from China 是不是 但是紧接着我们还有什么 还可以自我介绍 是不是啊 是不是 何凯文经常老笑话的 你们大家写作文就是 I think I also think Do you think so 是不是啊 是何凯文讲的 我发现蛮搞笑的 你们这些孩子 写作文是什么呢 就这种款式 是不是啊 还不够 think还不够 是不是啊 Fxb上有界没有有界 有界吗 有界吗 被学的任务就取一根负一啊 是不是有界的 别急 下面看这个极限 我们大家都懂啊 什么叫科技啊 就这玩意要有极限 就可技 这玩意要没极限 就不可技 是不是意思啊 这就是个标准啊 但是我再把这个标准拿出来 就你看我讲的很实 前面第一个就说了 我们要求啊 这个极限跟什么无关 区间分法无关 跟切到A的区法怎么 无关 什么意思啊 其实区间A怎么分怎么分 切到AA怎么去怎么去 极限只能有几个 只能有一个 是不是这就可技了 如果是区间分法不同 切到A区法不同 导致不同的极限值 我只能抱歉地告诉你 你的极限怎么 不存在 是不是不存在 没有极限 大家都没有极限 是不是交不可技 就这么简单 看我的啊 Case 1 所有的点 都取有理点 有的老师你为什么怎么 你管的怎么 大家知道切到A 是不是取得具有任性啊 就是我A怎么去怎么去 是不是你别管我啊 你看看极限嘛 说吧 此时此刻 这些玩意儿等于什么 你们这么知道 我就要你们说出来 F切到A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F切到A等于什么 我说 我所有的切到A 取得是有理点了 你们这个题目都没读懂啊 有没有发现我说了 自变量是有理数 函数字是1啊 自变量无理数 函数字负数字 怎么听不懂的 由于所有的切到A 都是有理点 所以F切到A 我再问一遍 等于G 行了 等于E是不是表示 是F切到A 全部加起来 BG 所有的长度加起来 是不是整个长度啊 BG Case 2 所有的切到A 取无理点 大家称不认识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取法呢 你不是跟我说吧 是不是切到A 你随便取啊 那随便取我就这么取吧 有什么不符的呢 随便取呗 我第二次 我所有的点都取什么点 无理点 等一下 我就问你 这是些什么 是不 这都是负一了 结果就是负的什么 BG 完蛋了 大家帮我看看 这两个界限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不是两个不同的界限 哦 全部去有理点 得到BG 全部去无理点 得到负的BG 是不一样的界限 也就是说取法不同 界限不同 我只能抱歉地告诉你 你的界限怎么 不存在 懂吗 懂吗 大家告诉我这个界限不存在 是不是FX在AB上不可接啊 你看看我讲 你们现在再告诉我一下 有界一定不一定科技 是不是现在理解的很清楚了 别急 所以有界是科技的必要条件 是不是不能保证的科技啊 这个反例提的事实摆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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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